佛罗里达州古巴裔联邦法院法官巴巴拉拉高现年52岁 他在特朗普总统提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候选人名单之上 有消息表明拉高极有可能获得提名接任刚去世的大法官金斯伯格 拉高是佛罗里达州历史上首位拉丁裔法官 如果他获得提名就职最高法院 那么他将成为历史上第二位拉丁裔最高法院大法官 第一位是来自于波多黎各的大法官索尼亚索托马约尔 后者由奥巴马总统提名并于2009年获得参议院确认 共和党籍律师塞菲经常往返于华府和南佛罗里达 他与拉高相识20年由于他们家里都有双胞胎 于是两人经常在一起讨论抚养孩子的话题 拉菲评价拉高是一名宪政主义者且相信司法克制 佛罗里达州是特朗普和拜登角逐总统宝座的最大战场 许多专家认为特朗普在11月3号大选之前 在佛州提名拉丁裔法官可以为其在该州西域裔选民中获得更多选票 拉高已经担任了很长时间的联邦法官 去年12月他还加入了位于亚特兰大的第11巡回上诉法院 第11巡回上诉法院是地区性法院之一 地位仅次于美国最高法院 拉高在20年前美国和古巴的一次国际监护权争夺战中也发挥了作用 当时一个名叫钢萨雷斯的5岁男孩在母亲逃离古巴后落水被救 钢萨雷斯在迈阿密的亲属试图将他留在美国 当时拉高为钢萨雷斯的家人提供了免费法律服务 据了解拉高曾表示 他的父母从卡斯特罗的手中逃离古巴这一事件影响了他的观点和职业 他先后毕业于佛罗里达国际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拉高的丈夫保罗哈克是迈阿密的一名律师 他们育有三个女儿